每日神话 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 敬畏神远离恶事 约伯纪一章十二节 耶和华对撒旦说 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 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 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 二 撒旦的回答 约伯纪一章九至十一节 撒旦回答耶和华说 约伯敬畏神岂是无辜呢 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 维护他和他的家 并他一切所有的吗 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 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 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 他必当面弃掉你 神允许撒旦试探约伯 是为了完全约伯的信 约伯纪一章八节这段话 是我们看到的 记载在圣经中的第一次 耶和华神与撒旦的对话 神是怎么说的呢 原文这样记载 耶和华问撒旦说 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 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 敬畏神远离恶事 这是神在撒旦面前对约伯的评价 神说他完全正直 敬畏神远离恶事 在神与撒旦的此番对话已先 神就定义要利用撒旦 对约伯进行试探 就是将约伯交给撒旦 这样一方面证实 神对约伯的见察与评价 是准确无误的 让撒旦因着约伯的见证 而蒙羞 另一方面可以完全 约伯对神的信与敬畏 所以当撒旦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神便开门见山 直截了当地问撒旦 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 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 敬畏神远离恶事 在神的问话中 包含有这样的意思 神知道撒旦到处游荡 常常窥视神的仆人约伯 也常常试探他 攻击他 他试图用一种方式 摧垮约伯 证实约伯的信心 与约伯对神的敬畏 是站立不住的 他也肆意寻找机会 残害约伯使他弃掉神 从而从神手里夺走约伯 但神检查约伯的内心 看到他的完全正直 也看到约伯敬畏神远离恶事 神用问话的方式告诉撒旦 约伯是完全正直的人 是敬畏神远离恶的人 他永远不可能弃掉神 跟随撒旦 听了神对约伯的评价 撒旦越发恼羞成怒 他越发迫不及待地 想夺走约伯 因为撒旦从来就不相信 人能做到完全正直 也不相信 人能敬畏神远离恶事 同时 他也恨恶人的完全正直 恨恶能敬畏神远离恶的人 正如约伯纪一章九到十一节 撒旦回答耶和华说 约伯敬畏神 岂是无故呢 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 维护他和他的家 并他一切所有的吗 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 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 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 他必当面弃掉你 神熟知撒旦的恶毒本性 也深知撒旦残害约伯的想法 蓄谋已久 所以在此 神想借着再次告诉撒旦 约伯完全正直 敬畏神远离恶事 来让撒旦乖乖就范 露出他的本来面目 攻击试探约伯 就是说 神有意识强调 约伯是完全正直 敬畏神远离恶事 用这种方式达到 让撒旦因着恨恶 恼火约伯的完全正直 敬畏神远离恶事 而对约伯发起攻击 从而达到 让约伯的完全正直 敬畏神远离恶事 羞辱撒旦 使撒旦彻底蒙羞失败 从此不再怀疑 控告约伯的 完全正直 敬畏神远离恶事 这样 一场来自神的试炼 与一场来自撒旦的试探 在所难免 而能担得起神的试炼 经得住撒旦试探的人选 唯有约伯 在此对话之后 撒旦便获准去试探约伯 这是撒旦发起的第一轮攻击 这次攻击的目标是 约伯的家产 因着撒旦如此控告约伯 约伯敬畏神 岂是无故呢 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 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 所以神便准许撒旦 夺走约伯所有的 这就是神与撒旦对话的用意所在 只是神对撒旦有一个要求 约伯记一章十二节 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 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 这是神允许撒旦试探约伯 把约伯交在撒旦手里之后提出的条件 也就是神给撒旦的底线 命令他不许加害约伯 因为神对约伯的完全正直是认可的 他相信约伯在他面前的正直 完全是经得住考验的 是不可质疑的 所以神许可撒旦去试探约伯 但是神给了撒旦一个范围 只许夺走约伯的任何财产 但不可伸手加害于他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此时神不把约伯完全交给撒旦 他怎么试探约伯 用什么方式都可以 但是不能伤害到约伯本人 就连一根头发都不可以 因为人的一切都是由神来掌管 人或死或活是由神来决定的 撒旦没有这个资格 神对撒旦说完这话 撒旦就迫不及待地去了 他用各种手段去试探约伯 很快地 约伯失去了满山的牛羊 失去了神赐给他的所有家产 神的试炼就这样临到了约伯 虽然我们在圣经中得知 约伯所经受的试探的由来 但作为当事人的约伯 知不知道这些事呢 约伯只是凡人 对于在他背后发生的故事 他当然不知道 只是他对神的敬畏 他的完全正直 让他意识到 这是神的试炼临到了他 他不知道灵界发生了什么事 也不知道在这次试炼背后 神的心意是什么 但他知道 无论临到什么事 他都当持守住 他的完全正直 持守住 敬畏神远离恶事的道 约伯对待这些事的态度与反应 在神那儿看得清清楚楚 神看到的是什么 神看到的是约伯敬畏神的心 因为从开始一直到约伯接受试炼为止 他的心一直向神是敞开的 是摆在神面前的 他没有放弃他的完全正直 也没有丢掉背离敬畏神远离恶事的道 这是神最欣慰的地方 大家 Edgar longer^^b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